他一個字通常要跟這個螢幕 要跟這個手機的鍵盤 要接觸大概5次 所以你可以想像中 一個字 你想想看 他這樣按了 看一下 要選這個 要選第二個或第三個字 再按一下 再看一下 所以大概一個字要跟他接觸5次 我們剛剛講80萬字 80萬乘以5 對 等於400萬次 他等於說他的人跟這個電腦 每天他在寫了這三本書 跟電腦接觸了親吻了400萬次 天啊 他的腰 他的脖子 他怎麼吃得小 他本來身體就已經不行了 所以我們讓大家看一段影片 我們再來跟大家解釋 他其實在這吃力的狀況 你看 這是他的頭部 你看 他點一下看一下 點一下 他要看一下 然後再確定哪一個字 他這次已經是平板電腦的時候了 對 iPad 後來有人送他iPad 對 所以他其實每天 你知道嗎 而且你看他的iPad是放在面前的 你如果拿起來這樣也就算 你這每一次要這樣彎下去 你彎個400多萬次 你這個後半身 上半身怎麼受得了 所以我們剛剛講 一般人我們打電腦 我們說是寫書好了 他是腦筋在動腦筋 是腦筋很辛苦 但對黃楊來講 他不是腦筋 他這個長期用鼻子去點 他的這個頸椎是非常的痛的 一定的 因為他是頭卡在那邊 然後他又要因為滑 他必須要用這個 你知道電腦你的手機弄了幾下之後 不是滑歪了對不對 你要用下巴把它移過來 還要用到下巴 下巴 他是鼻尖跟下巴 因為我們剛剛講 打兩次他可能幾次之後就歪掉了 歪掉下巴把它轉過來 什麼叫歪掉 就是手機他手不能碰 手機滑過去了 說平板電腦也就算了 大台一點比較有分量 手機一點點一下子可能 所以他下巴一直要把它弄過來 所以他長期這個地方 他的這個背 因為他的這個胸部要貼緊桌子 你看這樣弄 還要滑手機對不對 所以他整個的胸部有時候會大的 氣喘跟咳嗽 所以剛剛講他的頸椎會痛 這個地方也會痛 所以前胸後背通通不行了 對 那還有一個 他夏天 你知道夏天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 他一個字要親五次對不對 夏天鼻尖會流汗 你弄一弄一弄 你的這個電腦不就磨 那個手機畫面就磨盒對不對 就會沾到螢幕上 所以他夏天弄弄弄之後 他還要去轉過去 弄一下毛巾 把他的汗弄掉 所以他是三道功夫 他要點 用鼻子點那個字 起來看看對不對 然後點個兩次 他的手機滑掉 他用下巴再弄回來 過一下鼻子流汗了 再去擦一下毛巾 好大的功夫 所以你看黃陽寫的三本書 他這一生親吻了這個手機 跟這個iPad這個銀屏 還有這個按鍵 他親吻了多少次 他每天生活在這個裡面 當然我剛剛講有的時候 你這樣打 你按了以後 打完以後 一個不小心你按錯了一個東西 全部啪 你的這個字 肯定又不見了 重音再來過 但是黃陽他就是打到後來 他非常對他的文字 非常的這個要求 他甚至自己主動抵抵掉 他覺得這段我寫不好 我重音再來 但是後來他已經出書了以後 就變成這麼的要求自己了 你想想看他出80萬的 80萬字的書 沒有人會寫80萬出80萬 你一定修修改改不好多少次 所以他真的被修改掉的 可能還遠超過80萬 真的太可怕了 而且那個手機這麼小 你說電腦大一點的也就算了 iPad 對 iPad比較大 小手機 我們的鼻子又不像外國人 鼻子頭尖尖的 我們鼻頭肉肉 這一點下去不就好幾個字 亂七八糟了 他前兩本書就是用手機 後來朋友看他這樣子 還送他iPad iPad稍微大一點 但是我跟你講 倩琳 其實我們這樣子 你用iPad來試試看 很難試得成功 我們來iPad要不要試試看 好 我來打打看 大家好 好 大家好 皓如手還拿著iPad 黃楊是手不能動的 對 他只能用一個頭在那邊操控 我覺得好像一隻雞在吃米 對 不要這樣 不能笑 我現在心裡面好難過 想到黃楊 我真的盡力了耶 黃楊很厲害 真的 我盡力了 打了什麼 我打了一個小勾勾 所以倩琳妳就看 皓如她自己用手拖著iPad 她的鼻子還這麼挺 她剛剛點了個十幾下 出來一個小勾 都點不出來 她打了八十萬個字 對 太不可思議了 妳就知道黃楊是多麼的 多麼的奮鬥跟努力 多麼的辛苦 所以這樣子的人 就是真的是我們常 新聞當中看到 所謂的生命的鬥士 對不對 但是妳知道 她就已經是不能動了 她就已經這麼辛苦 妳說她其實連生活 都是一個大問題 她怎麼還有餘裕跟餘力 她願意那麼努力的來學習文學 她的文學創作的養分怎麼來的 對 其實黃楊小時候 因為她已經腦麻痺 她不能上學 不能念書 她應該不認識多少字 不知道多少詞彙 她的弟弟妹妹放學回家 就圍繞了姐姐在做功課 黃楊其實對於這些動作 在小的時候 對於弟弟妹妹的這些動作 她並不了解的 後來當她知道了說 其實是在念書的時候 黃楊其實她就開始去 妳知道嗎 在多少年之後 黃家發現了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發現他們家有一本 新華大字典 600億的新華大字典 忽然邊邊都被磨的 磨損了 磨平了 他們才發覺 原來這個小黃楊 她就用她的鼻尖跟下巴 自己在翻閱字典 因為弟弟妹妹 有學要念書回來做功課 黃楊受到弟弟妹妹的 這個熏陶也好 影響也好 她自己去他們家 把她那本新華大字典 去用她的下巴跟鼻尖去磨去翻 她從這個地方認識了很多字 600多頁 好 黃楊她後來自己學文字 學這個文字跟語言的方法 什麼方法呢 她早上看字典 她下午看電視節目 你知道電視連續劇 很多連續劇她會聽那些語言 當她認識字了之後 她看電視 學語言就更快了 她看了中國四大名著改編的電視劇 《水浮傳》《三國西遊記》都看了 她甚至看了《後宮甄嬛傳》 對 她也在喜歡看周星馳的電影 她甚至連劉德華的陶姐都很感動她 所以你看 當這個文字 我剛剛講 600頁的新華大字典被她磨平了 然後電視她學到了語言了 她忽然發覺文字跟語言 已經進入她的生命中了 當有一天 她的妹妹告訴她說 手機是可以 現在的手機是可以 打字 發訊息 傳微博的時候 她應該如獲至寶吧 黃陽覺得說 她開始發覺 上帝給了她一束光 這個光就是她可以用文字跟語言 去跟全世界做溝通交流了 走出了她一直來講 她其實黃陽已經殘而不廢了 走出了她殘而不廢之外 她發覺手機 打訊息 寫微博 可以帶給她一個新的生命 終於在2006年的11月 她在手機上寫了她第一條微博 這個微博這段字好感人 寫什麼 她寫說 成功是失敗的一個經歷 如果你勇敢的 敢打開你的心胸的話 勇敢面對自己 那麼你從鏡子裡面看到的自己 一定是一個最美麗的自己 也就是說其實成功 她講成功跟失敗 其實只是兩面的 要看你怎麼去看待這個事情 那因此黃陽從這個時候開始 她用了文字跟語言 去跟外界做溝通了 她走出了她一個生命裡面 非常燦爛的一個詩篇 你知道到後來 當她出了這些書 她出了第一本書是她的自傳 自傳裡面就剛剛講了 她從小裡面跟她兄弟姐妹 她這個真的是值得出自傳 怎麼去練習文字跟語言的 到第二本小說她居然 第二本小說她居然出了 後來出了武俠小說 武俠小說 當然還有一本小說 她說是用她的很多的微博 兩千多條微博 發了一個散文集 她現在寫第四本 是一個黑色的愛情小說 其實到今天 黃陽一直鼓勵大家 用她自己的例子跟大家說 身體不能動彈 並不是最可怕的 可當你的心頹廢了 那才是無藥可救的 所以黃陽的例子告訴了我們 用鼻尖 用下巴 可以寫出80萬字的 那麼厚的三本小說 那全天下我們年輕人 還有什麼事情做不到的呢 對 而且她還滿多樣化的 剛剛講到她 又寫自己的自傳了 還有武俠小說了 現在還想寫 浪漫愛情小說 可能黃陽她自己 也會有浪漫這個女生 總是也許她以後 還是會有一些 什麼浪漫的想法 也是渴望愛情那一類的 但是我們下面要看到的 可就夠浪漫了 可以讓很多人 可以有很多想像空間了 因為是旅遊的季節到了 上次我還跟人家講說 如果妳去旅遊的話 可能會要買紀念品 到夏威夷 她的沙石土 絕對不能碰 對 因為是受過詛咒的 但是如果你今天 不小心去了羅馬 那你就一定要買一樣紀念品 回來 什麼東西 叫做 神父的月曆 對 這一本才4塊錢歐元 大概合台幣160塊而已 你們現在看這個小畫面 這是12個月 這些人都是神父 會不會太糟蹋了 我們看比較近點了好不好 我的天啊 你看啦 這不是男星嗎 藍正龍 藍正龍 歐版藍正龍 妳可不可以教我一下 怎麼辦 怎麼辦 我現在覺得我的3加3就好了 我現在覺得我手腳八嗎 整個要在這邊 好 來 右手 左手 等一下... 右手 左手 左手放哪裡 放上面嗎 右手 左手 預備 已經過了8秒了 收 這樣 右手... 右手 左手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可以單手 我最好可以單手咧 你太看得起我了